- 大家好,我們是- 夏宇跟馬瓜- 夏宇 - 夏宇, 小冰 -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- 歐克林1 - 智慧聲波電動牙刷 - 其實我們三個平常沒有使用電動牙刷的習慣 - 電動牙刷感覺就刷不太乾淨啊 - 不用擔心,這牙刷它會告訴你 - 不刷的話它會幫你刷出一個分數 - 可是電動牙刷的刷頭很貴吧? - 這也不用擔心,因為它有一個 - 中身免費換刷頭的這個服務哦 - 中身,沒錯,你們看到影片之後就會知道怎麼換 - 那我們今天要派出的是- 芳瑜選手 - 來進行刷牙示範,來看一下他刷牙刷得乾不乾淨吧 - 她平常都刷頭了 - 100分啊! - 那我們就立刻來看一下這牙刷有什麼特色吧 - Age totalmente行刷 - 以 supporter餐死 숫首 - 解除了你班戟 - 療支持的東西 - 選手 - Bru様 - 阿 - 丁 - 你 cha - 縮 - 出去 - 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芳芸刷牙刷几分吗 哇 93分 清洁效果优秀 实际运行时间是足够的 压力只有充分 为什么 只用这个牙刷的时候需要将刷毛一定力度按压在牙齿上面 底不能按得太轻 也不能按得太轻 覆盖区域充分 要从左下 左上 右下 右上 这个顺序去刷 刷头的摆幅 它写大摆幅 不习惯吗 原本这样没有电动就会一直这样 可是其实它怎样 扭力的话你强力状态 我就觉得30分蛮有趣的 很高欸 如果你这样子刷 你到了换刷头的时候 你绝对就可以免费去换一支 就每天乖乖刷牙打一个乖手包 那你就可以免费换刷头皮 这个你刷才敢 嗯 一开始我们没用过电动牙刷 会不习惯 后来用久了 就觉得蛮舒服的 蛮懒的真的 刷完之后会觉得 蛮干净 真的都蛮多的 那我们开箱就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 拜拜